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番六座 七滚八爬 鸭鸭血鱼 他慢慢长大 这个过程虽然有点折磨人 但用大伙话说 这叫痛病快乐着 可是对于同样 身为人母的陈燕梅来说 这种家常的快乐 早已经离他而去了 留给他的只有痛苦 痛心和痛恨 陈燕梅说 六年前 他被婆家赶出了家门 自己只好带着五岁的儿子 在外租房过着漂泊的日子 母子俩的日子虽然紧吧 但还算温馨 但就在儿子六岁半的时候 丈夫刘青松 却干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 刘青松带着一伙人 趁陈燕梅不在家的时候 把儿子给偷走了 相依为命的儿子被抢走 陈燕梅急得跟什么似的 到处打听儿子的消息 却一直苦寻无果 这对于一位母亲来说 感情上的伤害那是巨大的 直到不久之前 终于有了儿子的下落 但丈夫刘青松却百般阻挠 说什么也不让他去见孩子 问题来了 陈燕梅的丈夫刘青松 为什么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呢 陈燕梅还能见到 日思夜想的宝贝儿子吗 在这个学校这里是做什么了 我在看我儿子 等我儿子 小孩没有不见吧 没有 被他爸带走了 那他爸爸带走了 你应该放心啊 你应该可以去见他呀 我见不到他 他爸爸给我见他 以前我儿子在这里上学 我希望能在这里见到他 我希望奇迹能够出现 五年来 陈燕梅无数次 站在这所小学的门口等儿子 可一次次的期盼 换来的却是一样 一次次的失望 儿子究竟被带到哪里去了 孩子爸爸 为什么不让他见孩子呢 一直打听我儿子 我都没有打听到 后来是怎么打听到了呢 直接到他家里去找他 最后我在路上碰到我儿子 然后他爸一下回来了 他叫儿子走 他不要见我 儿子老老实实的走了 不敢见我 当时他爸爸给你发一个什么样的短信啊 他说 让我不要见我儿子 我呀如果是这次他要打我一次 陈燕梅说 这是他五年来第一次见到儿子 可还没缓过神儿 儿子又被丈夫刘青松带走了 紧接着就是对方的恐吓和威胁 好好的一家人 怎么就到了如今 这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了呢 你当初是怎么从那个家里面出来的 是他我他家人 他妈他姐 他外公他们把我赶出来的 他把你赶出来的原因是什么 他说要给我离分 我说可以离分 他说我要儿子 他可以 那我们再考虑一段时间 他出去还没有一个月 他妈打我 把我赶出去 就这颗怎么听 都感觉这陈燕梅的遭遇 够拿最佳悲情女主角奖了 跟婆家不和睦 那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跟丈夫不和睦 她绝情绝爱只因有了外心 用陈燕梅自个儿的话说 这个家除了儿子 没什么值得自己留恋的 所以她狂笑一生 常叹一生 凭啥自己要悲哀一生啊 必须快活一生 我离婚 这憋屈 爱谁受谁受去 但是啊 这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小胳膊哪能掰得动大腿啊 昏没离成 自己被婆家扫地出门 但在陈燕梅看来 再难的勾勾坎坎 都不及骨肉分离的万分之一 那么陈燕梅的婆家 真如她说的如此不厚道吗 丈夫刘青松 真的被外边的诱惑 不过迷了眼 脑子一热 就忘了夫妻感情了吗 感情没了也不至于当成仇人呢 抢孩子是有什么隐情吗 想到自己浪费的花样年华 想到自己的隐忍和付出 想到母子分离 丈夫背叛 陈燕梅不甘哪 陈燕梅她又生了一个儿子 她又生了一个儿子 对 她之前是跟你有结婚证的是吧 有 你们两个没有离婚 没有 没有离婚她又打了结婚证 对 明明是已婚 却又和另外一个女人办理了结婚手续 更讽刺的是 结婚证上的日期 竟然是这么有意义的一天 这个3月20日是我的生日 她为什么等我这 生日这一天领了结婚证 让我一辈子再记住这一天 难堪 委屈 心痛 难道在丈夫刘青松的心里 已经没有自己一丁点的位置了吗 我知道她一直跟那个女人在一起 但是我为了我儿子 因为我 为了我的儿子 我的非议这么不幸 我没有信心在作为家庭 我只想看着我的儿子成长成人就算了 不管多苦多累 支持陈燕梅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 就是她的宝贝儿子 她只是希望 这六年的分别 不会让母子之间太过生疏 我也想了解我孩子内心到底怎么样 陈燕梅的情路也是挺坎坷的 她与丈夫刘青松都是二婚 自己的第一段婚姻 就因为前夫变心而终结 没想到第二段婚姻 还是这么个路数 自己怎么总在这么一个地方摔跟头呢 眼下陈燕梅来不及怨天怨地 还有件大事等着她去解决呢 一是和儿子建一门 二是找丈夫刘青松去讨一说法 细数她的六宗罪 你凭啥把我赶出家门啊 你凭啥让我们母子分离啊 你凭啥不让我建儿子啊 你凭啥背叛婚姻呢 你是怎么瞒天过海和另一个女人办理结婚证的呢 你知不知道有可能涉嫌重婚罪呀 眼前的这个女人看到我们的出现 她显得很意外 你走走来的吧 你你我她有没有给我打网子啊 你现在是已经跟刘青松打了结婚证了是吧 那能不能把你清楚 你要为她当劳 因为我看到就是她取证了一个商品试 确实你跟刘青松已经打了结婚证了 对吧 那你走你要走她来 你走我 蒋秀娟一直强调 自己并非是他们婚姻的破坏者 可对于在外漂泊了六年的陈燕梅来说 她却无法相信这样轻描淡写的说辞 七年了你发展我的家庭 占有了家庭的幸福把我赶出来 你是一个女人 我是一个女人 我带着孩子在外面风风雨雨 七年都快八年 你在我家享受了八年的幸福生活 你走我走你走我走我再给你 我给你再几个 刘青松当时是怎么打了这个结婚证 因为她那边是没有离婚的呀 她老婆别老婆了 没得几个结婚证 没得几个结婚证 就是有当资 但是刘青松你自己应该清楚啊 就是这个结婚证 刘青松两个是没有结婚证 她跟她在杠杆中打的假结婚证 假结婚 这会不会只是刘青松为开脱罪名 找出的借口呢 可蒋秀娟说 正是因为刘青松这样的解释 自己才会放心的和她办理了结婚证 一时间 事件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真真假假 这一切只有刘青松才能说得明白了 两张结婚证摆在我们面前 而刘青松对于自己涉嫌重婚 又是一个支支吾吾的状态 让人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隐情 就是她现在已经起诉了 这个事情已经立案了 你知道不 我知道 那如果说这个案子结下来的话 可能要最高是两年的有期徒刑 或是军役的 现在你不管她是重备还是怎么样 你通过我先说 因为我刚刚已经看到了 就是她给我们的那个证据上面 确实是里有两张结婚证的 对吧 那一张是假的 哪一张是假的 跟她那一张是假的 为什么会是假的呢 就是我看到那个结婚证也是 我跟您说嘛 那个结婚证 就她父亲在明天班一起拿个空白 空白结婚证回来 我自己填的嘛 全部我们自己填的 自己填的 里面的录影全部我们自己填的 当时打了结婚证才生了孩子的吧 是这样子的吧 嗯 是 对啊 这是说你们是确实是结婚的 怎么又说是假的呢 曾经的枕边人 如今已经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 刘青松根本不愿多看陈燕梅一眼 她一再强调结婚证是假的 这可把陈燕梅气得够呛 你怎么能睁眼边瞎话呢 陈燕梅一口咬定 结婚证肯定是真的 也许是当初信息未联网 所以才给了刘青松可乘之机 而刘青松感冒着重婚的风险 开始下一段婚姻 这既是对妻子的不尊重 也是公然挑战了法律的权威 我在里头打工 我就叫他带来我这个儿子 还有我一个女儿 我母亲在家里 他40天我付了将近9000块钱给他 他打个电话给我 他说你如果不付钱回来的话 我不准备给你妈吃了 他这样说嘛 我也没理他嘛 我想这个40天9000块钱 不可能用得这么快嘛 他还在我村里这个童童童童童童 借钱到去借钱 把那个摔备卖掉 跟我母亲就不同意了 他就楼上放下来 我妈就过来了 好阻挡她嘛 她帮我 我现在一掌损 推到那个地下 不带醒我这个儿子 就要跑了 她跟我们讲 她为什么离开这个家 是因为当初你跟蒋秀娟闹在一起了 她不考虑的是吧 没有 你问我这个邻居吧 她燕梅之前对她婆婆好不好 就打来 送来 送去帮她多半转 你把她老人个 八十岁个老人个 师父要多数打转 这就照我常说那话 一家事百家听 她能说出一百种话来 媳妇陈燕梅说了 是丈夫刘青松先背叛婚姻 背叛家庭 自己当初是被婆家合伙赶出来的 被迫母子分离 但是你看到了婆家这儿 丈夫刘青松说 这剧本完全不一样 剧情反转了 她说自己是在媳妇陈燕梅离家之后 才开始的新恋情 而且媳妇离家 完全是她自己吵的 闹的 气的 作的 根本没人赶她走 更何况 为人妻她不可爱 为人媳她不孝顺 为人母她不尽责 就这样的女人 自己和她还能过得下去吗 强扭的瓜不甜 强凑的婚姻更是男 这边这俩人是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而那边邻居们 对陈燕梅的反感情绪 也暴露了出来 这个女人也许 并非像自己哭诉 那般柔弱无助 这段婚姻是真是假 到底谁编了瞎话 是你欺骗了我 还是我辜负了她 故事是一波三折 大伙是一头雾水 就在这个时候 陈燕梅心心念念的宝贝儿子 发生了 那之前妈妈有没有来找过你啊 没有找你 妈妈没有找你的原因 是因为她找不到你了 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你这些年有没有找过妈妈 没有找过啊 嗯 那你想不想妈妈吗 想不想 想肯定是想的对吧 妈妈想让你做一个选择 如果是你可以选择的话 你希望跟自己的爸爸 还是希望跟自己的妈妈了 爸爸 跟爸爸 干嘛呀 你觉得爸爸对你好些 对 五年来 陈燕梅一直想象着 儿子见到自己 会有多么开心 可如今听到儿子的回答 她心碎了 妈妈说她想弥补这些年 对你缺失的母爱 她想弥补你 你希望她来弥补你 十二岁的小男孩一直很沉默 仅仅只是说想和爸爸一起生活 对于眼前的母亲 她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情感 去好不好 菲菲 等一下我们就过来了 嗯 等一下我们就过来了 你看你这么久都没有跟妈妈吃饭了 好不好 你给妈妈查查完阿姨 你给妈妈查查完阿姨 都怪你 不管我们如何却说 孩子就是不愿和妈妈在一起 五年的时间 让这对母子的关系疏远了 而这样的疏远 又该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弥补 现在最重要的 我觉得 不是这个抚养权归随的问题 而是你要怎么样去消除你儿子 现在对你的这种怨恨 是啊我也 我们没有弄清楚 这个是需要时间来抚兴的 你知道吗 他自己有自己判断能力了 他认为我起诉他爸了 我对不住他爸 所以他就怨恨我 我能够理解他 但是如果他跟我生活在一起 我可以放弃 我可以放弃 我可以扯诉 我可以不告他爸 如果是他不能够跟我在一起 我没有办法妥协 为了儿子 一切都可妥协 为了儿子 一切都可放手 陈燕梅的退让 刘青松会同意吗 不管他还是愿意给我 这个我要不安全 反正这个思想工作 由你去做 你做不通 我不放弃 反正你要把思想工作做通 我要孩子不安全 你要伤他回到我身边 你要弥补 这几年来 你剥夺了孩子 七年多的母爱 你剥夺了我对孩子的爱 你剥夺了我想让孩子的天能之乐 你自己 你把我从这个家庭中赶出来 我赶出来 你自己得了 赶偿我 你应该赔偿我 我要的赔偿 唯一的赔偿 就是孩子 以我的天能之乐的赔偿 你说你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了吗 你能够叫好一个孩子吗 你把孩子 你如果是不能够把孩子 从一个正面上的培养出来 你毁了孩子一生 你也毁了我的孩子 你也毁了你自己的孩子 我要的是 孩子健健康康的成长 要他成长 成一个 有武器 有名的 真正的人 男人 他是希望孩子有一个健康的环境 希望孩子健康的环境 现在当时 你觉得你能够给予他 是不是 你可以给予他 你可以给予他 有抚养权 不可能的 抚养权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不是说 你说不可能就不可能 如果说你们一定要 落到法庭上去讲的话 这是由法律来判的 谁能够给孩子更好的成长环境 就看见谁知道吧 面对陈燕梅对自己的种种不满 刘青松没有任何愧疚 更没有为自己伤害陈燕梅的行为道歉 如此冷漠的背后 看得出他们之间的情分 已经荡然无存 只是这样的争吵 最后受伤害的 还是无辜的孩子 所以说 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内 你还是要多跟你小孩去沟通 给他 让他感受到这个母亲 是很爱他的 因为他跟你之间的隔阂还是有的 我会见我最大的福利 那你觉得就是 这么多年已经过去了 你觉得你心里面有没有放下 对他爸爸做恨呢 如果说 在我见到小孩以后 小孩健健康康的 过得很好 过得开心快乐 我可以放下他的恨 我可以不计他的恨 但是我见到小孩 看他那个样子 从他的对我说的话中 了解他以前的生活 我放不下 其实你就是放不下这个孩子 是 我就是放不下他 那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 继续利用这种法令手段 去争取自己孩子的抚养权 是 但是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但是要必须让你自己强大起来 我费他 我一定费他 为了孩子 我一定费他 因为只有你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的时候 法院才可能把这个小孩的抚养权给你 所以你一定要坚强起来 所以他就是他 这个人的抚养权 也不得了 有没有人的抚养权 我认识 你这个抚养权 这个抚养权 做出过补救呢 而对于丈夫刘青松来说 在没有办理离婚手续的情况下 就和另外一个女人领了结婚证 这种行为已经严重触犯了法律 如果这个女人在明知刘青松 没有离婚的情况下 依然和她结婚 那她的行为也触犯了法律 婚姻不是儿戏 法律的权威不可挑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刘青松将要为自己的无知行为买单 而陈燕梅需要做的 就是用行动温暖儿子那颗冰冷的心 毕竟在这段任性的婚姻里 孩子是最大的受害者 今天这事您要是问我怎么看 这正是状告丈夫重婚罪 母子分离心有愧 弥补赎罪路漫漫 用心相待莫追悔呀 如果您在生活里边 遇到了什么烦心事难解事 稀奇古怪的事 别忘了跟我联系 电话是02423187222 您来提供线索 咱们一块来找个说法 接下来扫码加会员 福袋送眼前 数量有限 快加会员 没加会员的 赶紧扫码加会员 赢得抢台力福袋资格 已经加入会员的 还是扫这个码 进入抢红包页面 点右侧转发按钮 赶紧把图片分享给您的 微信好友 让他赶紧加会员 他能领红包 抢福袋 你还能参加抽奖 你们都有机会赢得 2022新春台力福袋 台力福袋指发会员 加完会员 您就坐等好消息吧 扫码加入会员 可以抢红包 可以迎福袋 还可以提供线索 寻求帮助 说一排汽车都带伤 何知缘由恨断肠 谁下手这么狠呢 徒手爬上六楼 竟然就为这个 都瞅瞅值不值 媳妇刷单被骗钱 丈夫想把骗子骗 结果咋样 猪猪能把围墙跨 上窜下跳停不下 二师兄 你这两下子跟谁学的呀 老曼之咳痰痰痰 还咳子呢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咳痰痰痰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老曼之咳痰痰痰 还咳子呢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到底要采妥妥的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活性成分足足的 好书宝 鲜叶萃取 黄金叶从采摘到萃取 不超48小时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精华浓缩 满满的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粒都释宝 老曼之咳痰痰痰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老曼之咳痰痰痰 还咳子呢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咳痰痰痰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咳痰痰 浓痰酒咳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完 北方嗨购 本周为您带来 酸奶果粒燕麦 原料精选 澳洲燕麦 等全球名优产品 难过多种营养成分 美味又健康 现在下单 马上快递到家 导苗屏幕二维码 进入小程序 或者微信搜索 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六百年前补肺汤 如果你咳痰喘 你需要注意补肺 肺气不足 气短喘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传承四百年陈礼记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腰细酸痛 输肩健康丸 对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大高端大福大 抬离腿脸全白给 只要你加入会更快散发 咱们今儿了 前段时间 家住大连甘景地区 甘北路的许大姐 早上下楼的时候 就发现 停在楼下的车 出现了一道长长的划痕 这是得罪谁了 许大姐自己也纳闷 有话当面说呗 你背后划车几个意思呀 她再放眼一看 好嘛 挨手似的 可不光她自己的车 因为孩子一直在家嘛 我都没怎么下楼 下楼买菜的时候发现 就是车被划了 划的从后门一直到前门 然后确实挺气愤的 就是 然后就合计吧 我就报警嘛 划痕从后门到前门 那老大一个人 那是伤在车身 疼在人心呢 许大姐就想问问 谁这么缺德呢 经过我们的调查 一共就是被划的车 一共是六台 主要的划痕都是横向的一个锐气划痕 大概长度都在30公分到50公分左右 这个被划两次这个宝马车 第二次的划痕是一个波浪性的划痕 就已经能看见底漆了 大概的长度也是在30公分左右 感情难兄难兄难弟还不少 民警调取了周边多处公共视频 发现有一名穿长羽绒服戴眼镜的小伙很可疑 随后在该小区附近进行了不控蹲守 我们在当天蹲守的时候发现有一个身高 还有就是穿着跟这个嫌疑人类似的人出现在那里 现场对他进行盘查 然后通过这个嫌疑人这个衣着各方面的对比 怀疑这个人就应该是作案的嫌疑人 并将他第一时间带回了所里进行下一步的调查 小伙姓刘今年31岁就住在这个小区里 到完后他承认了自己多次划车的行为 嫌疑人交代他从就是27号 11月27号 10月29号和11月30号这三天 每次都是下班之后使用自己就是自己家的十字花 这个加盟钥匙一共划了六台车 其中对这个宝马车划了两次 据嫌疑人交代他自己的车 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被在这个他自己家楼下 被别的车挂送过 他怀疑这几台车都有可能是挂的车的这个车辆 所以说他选择用这种方式对这个车进行报复 目前犯罪行人刘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 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这就是报复的下场 小伙年纪也不大咋就这么点气量呢 自己受气了就得拿别人撒气吗 卫亵一时之愤最终落得成了违法的下场 咳气可悲呀 这咳起来没完没了 快用黄金油咳色不发愁 感谢评传去台效果嘎嘎好的黄金油浇丸 对八新闻板块嗷嗷给力的支持 谁说主笨这不是挺灵活吗 瞅瞅二师兄是体育师出身呢 都练上跨栏了 逃命呢你当闹着玩呢 毕竟人家不仅是天鹏元帅 还是野猪混家猪的混血猪二代 再说了狗急了都会跳墙 更别说你二师兄了 大师兄杀师弟快来救命啊 抓猪是买猪的 这几分钟这张猪 我们抓这种猪你看的是搞笑 有的时候也很危险 一勺热油三片姜 猪肉切片满过香 这么爱运动的猪一定很好吃 来 落我一勺 火锅吃出好味道 涮烫惊艳有一套 姑娘立马亮大招 甩面技巧真不闹 淘婆婆的妹子你唯武雄装 怎料婆婆正路过 我以为你会躲 你以为我会停 面糊人一脸可还行 家庭关系享受好 家庭和睦最重要 最后一盒酸奶 我舍不得吃 就是为了给爸爸吃 因为她以前享受过太久了 连个酸奶都摆不起 猛娃声力俱下 酸奶留给爸爸 丑丑把自己都感动哭了 此刻一苦思甜的爸爸 瞬间流下了感动的口水 如果说闺女是爸妈的贴心小名 那儿子只能算是黑心的小名 人之初性本山 男孩调皮爱导丹 或一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他的同学来找他了 然后我就把他同学 跟他一起带回去放在家里面 等我回家的时候 我以为我走错门了 我还特地去除了 这门很好 俩五岁孩子的战斗成果 请验手 或这破坏力 一个熊孩子等于十指哈士奇 妈妈看后心碎 二哈看了流泪 通通干拜下风 这不得立刻马上来一顿皮带炒肉啊 如果说熊孩子的熊在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 那么水管的这番操作 算是突如其来前所未有啊 没有女主角吗 蜡腹都摆好了 这女主角呢 为把爱人追到手 辛辛苦苦摆蜡烛 怎料女主角没等来 她却出现了 天空不作美 听到你还在外面 我还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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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不作美 楼顶水管净爆裂 飞流直下三千尺 蜡烛无情被剿灭 我不管 我不同意这门寝室 咋的 小小水管还想棒打鸭鸭 蜡烛能剿灭 火热的心不能 女主角默默放下了手中的扳手 拉上了小伙的手 恭喜 表白成功 各位家人 下周咱们继续送福 盈口和安山的老铁们注意了 12月18号 周六上午10点 咱们要去盈口霸鱼圈的万龙广场 在二号厅跟大伙见面 12月19号 周日上午10点 咱们相约在安山市铁东区 胜利南路的和氏眼科医院 地点就在安山市对庐山交通港 北走50米路西 盈口和安山的老铁都来捧我那场啊 现场少论你老三好挑礼 去了王李己 让他看到你 谢谢大伙的热情 咱们的台立福袋 就像方林装修的风格和质量一样 好看又实用 感谢把美好装进生活的方林装饰 对咱活动的大支持 到时候我们带着福袋 你们带着笑脸 咱们不见不散 所有人都听好了 要想日子过得好 生活潇洒 没烦恼 赶快加入大牌这些会员 以后再就到烦心事 感人事 闹心事 高兴事 这都不是事 大海热线统统帮你解决好啊 但是记住哦 得先加入大海热线会员才行 打开手机微信 扫描二维码 按住识笔 授权登录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立马就能得到现金红包 最高可得88元 转发的朋友 还供天天炒红包 每天只有消费美权 马力服务 热线狐利购 9块9百所有 正好是上哪儿找钱 记住就扫这个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热线会员带个好 日子潇洒 没烦恼 赶紧扫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吧 说媳妇刷单被骗钱 丈夫想把骗子骗 结果咋样 徒手爬上六楼 竟然就为这个 都瞅瞅值不值 不,喝 增淋酒壳 还没好 快用好书宝 黄金油浇碗 黄金叶从采摘到萃取不超48小时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树宝 好树宝精华浓缩满满的 好树宝一公斤歇叶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树宝 好树宝每一粒都是宝 老门之 咳痰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树宝盘 黄金油浇碗 老门之 咳痰喘还咳子呢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树宝 好树宝每一片黄金叶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树宝 好树宝一公斤歇叶浓缩萃取一克黄金油 老门之 咳痰喘 浓潭酒壳还没好快用好树宝盘 黄金油浇碗 北方嗨购本周为您带来酸奶果粒燕麦 原料精选澳洲燕麦等全球名优产品 囊括多种营养成分美味又健康 现在下单马上快递到家 导描屏幕二维码进入小程序 或者微信搜索北方嗨购直接购买吧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600年前补肺汤 现代工艺把我密制成丸 全中药炮制每丸重9克 如果你咳 痰 喘 你需要注意补肺 肺气富足 气短喘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这是我的身份证明 我能补肺义气 止咳频喘 治疗你的咳 痰 喘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碗 老牛可真牛 以前呢 工作业绩突出 跳舞 打球也突出 买菜 做饭 带孙子 痒痒突出 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肩盘突出 书肩健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书肩健腰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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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山 陈礼界 产递好 选财经 营养丰富 已身轻 虽然这小小的一罐 但是它汇聚了全国的好物 制作工艺讲究 口感 口味上乘 让您吃得舒心 我们这个燕麦呢 是精准的鸦片道 是0.6-0.7毫米的 百变充泡方式 早餐轻松自制 开购新品上市 老铁都来试试 单吃燕麦 这口感比较单一 大伙都习惯加点坚果 水果 酸奶之类的 要不咱们都给大伙准备好了 精选国产优质的燕麦 再搭配上坚果 果粒 酸奶块等等 燕麦吃起来不但口感丰富 营养也更加丰富 家里边有小朋友 喜欢吃燕麦的时候 加点酸奶的 这个口味绝了 每天只需要早起三分钟 就能做一份营养美味的早餐 不想错过这口的 现在就拿出手机 四小秒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大海热线微信公众账号 点击一面下方的北方嗨购 电商助力品牌发展 全国四家电视台 融媒体联合行动 正在推进中 换个话题 咱们说说挣钱 你这一说挣钱 我看大伙这眼睛都瞪流圆呢 说轻轻松松动动手指 不用工作就能赚钱 别忽悠了 这套路谁信呢 哪有天上掉铅饼的美商人 你不信他有人信呢 小刘就对此深信不疑 当时我同事把我拉进了一个红包群 说在这个群里呢 可以每天领不少的红包 然后我就进去了 刚开始确实收了几十块钱 而且每次点开都能抢得到 前段时间 一直在家的小刘 通过浏览网易 发现了一则刷单的广告 声称在家就能轻松赚钱 小刘心动了 想着挣点外块 尝到甜头之后 更是觉得 这活真不错 又过了两天 里面一个好友 发来了一个淘宝的链接 说从这个链接里面 买东西呢 就能分到钱 我就从上面 买了两万块钱的东西 并且还有一千元的分红 结果付完款后 说我账号不稳定 本金以及分红 无法退回到我的银行卡里了 这一下小刘感觉不对劲了 就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账户 为了尽快挽回损失 小刘的账户又继续跟客服联系 当时我也是犯懵了 感觉这一千块钱分红肯定能回来 而且本钱也不会丢 就按照里头客服的要求 又凑了三万块钱给打了过去 结果对方联系不上了 这下可好 前面要回来 赔的还更多了 得 报警吧 一旦开始刷单领取红包 那么对方一定会先给一些甜头 按照约定支付货款或酬劳取得信任 只要你还没发现这是个骗局 骗子就会不断加大刷单量 让你加大投入多刷多赚 直到最后露出马脚 直接把你拉黑 给到受害人信任之后 骗子就会以任务未完成卡单了等各种借口 拒绝支付货款和酬劳 并不断的鼓励受害人继续刷单 警方提醒在网上兼职时 一定要注意个人信息安全 不要轻易泄露自己的支付账号 银行卡 身份证 手机号等相关信息 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如果被骗 一定要保存好聊天和转账记录 并及时报警 这回大伙都整明白了吧 所谓的刷单是店家付款 请人假扮顾客 然后通过虚假交易的方式 提升网店的销量和排名 从而来吸引咱们这样不知情的消费者来光临来 消费者忽悠消费者 赢家那只有卖家 所以说这种欺骗消费者的行为 它本身就是违法的 而骗子又进一步钻空子 在这里面设了圈套 专门针对贪图小利的人进行诈骗 这满满的全都是套路 这两口子都没跑了 再聪明也白费 你就记住了 天上掉馅饼全都是骗局 各位老铁别闲着 抢完燕麦赶紧拿起手机扫码 抢2022新春台立福大 开门见喜扫码有礼 2022新春台立福大 纵绑来袭 大礼包里好货满满 大对联大福寺大财力 门上接的家里摆的 古年必备年货 给会员们安排的明班的 别光惊着我看 想要的话 拿出手机扫码加会员 不仅可以抢的 还能抢红包 来红包与继续下 会员都加上了吧 红包都到手了吧 这才哪到哪呀 如果你单身想要找个伴 扫码加会员 同样牵红相 咱们的会员是不是 给你匹配的必须是有缘人 到时候别忘了请我喝喜酒 喝酒 你想的够远的 咱们家乡的美食没整美人 哪个拎出来不造一阵子 游遍千山万水 还是辽宁最美 快加会员 跟咱们一起逛辽宁 看家乡 哪儿提不了 浑身脑袋疼 浑身 脑袋疼 你脑袋没少长呢 甭管哪里疼 来问黄医生 扫码加会员 一招就搞定 健康询问 专制各种难受 跟着红包哥 扫码欢乐多 现金红包安排妥 巴巴大包 别错过 再来一波 会员福利 每周热线福利 够9块9买所有 新闻爆料 法律咨询 消费维权 有事您说话 加入会员绝对箱 家人一定要分享 转发给亲朋好友 红包福大继续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小铁 赶紧把联系方式发送给咱们 抓紧领服袋 我来问 你来答 小羊的鞋码是多大 那你等我把鞋脱了 我量量 行了 行了 不用了 你那鞋脱完了 这演播室都得拆一拢 这么的 我换个问题 关于咱节目里 你看 今个是周末 咱们再来个送分题 大海热线是在哪个频道播出的 看看你们家电视左上角 你咋那么鞋儿呢 我就发现你有可能 跟大伙套近乎来 那福袋不够发 到时候你掏钱印去啊 大伙知道的 赶紧把答案 发送到咱们 大海热线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答对的前十位观众 您就能获得 大海热线2022 新春台力福袋 说捕手爬上六楼 竟然就为这个 都瞅瞅值不值 好 老曼之 咳痰痰痰 还咳子呢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 咳痰痰痰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到底要采 妥妥的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活性成分 足足的 好书宝 好书宝 鲜叶萃取 黄金叶 从采摘到萃取 不超48小时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精华浓缩 满满的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粒都是宝 老曼之 咳痰痰痰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碗 老曼之 咳痰痰痰 还咳子呢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每一片黄金叶 都采自广西大峡谷 深深黄金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 咳痰痰 咳痰痰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碗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 好书宝 一公鸡切叶 浓缩萃取 一克黄金油 老曼之 咳痰痰 咳痰痰 浓痰酒咳 还没好 快用 好书宝盘 黄金油浇碗 北方嗨购 本周为您带来 酸奶果粒燕麦 原料精选澳洲燕麦 等全球名优产品 囊括多种营养成分 美味又健康 现在下单马上快递到家 导描屏幕二维码 进入小程序 或者微信搜索北方嗨购 直接购买吧 我是补肺丸 祖方源自六百年前补肺汤 如果你咳 痰 喘 你需要注意补肺 肺气不足 气短喘咳时 你还是需要注意补肺 关注肺健康 中药补肺丸 书筋建腰丸 传承四百年陈礼记制药精髓 专药专制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细酸痛 书筋建腰丸 对 广州 白云山 陈礼记 广州 白云山 陈礼记 大人生的注意了 蜜镜被热血红娘盯上了 年龄不是问题 三高不是距离 始终不是压力 收入别太在意 只要你消息 指定对象号 完美取你为嫁 见识为美 红娘上架 玩儿条件老好玩 大哥漂亮白 腿上还有牌 不想为自己的人 那也看你人都不乐意 是原味 一孩子相亲自己相亲 部分年龄 部分地区 无上舞台 咋得劲咋来 拨打相亲热线 02423187222 别可扫码报名 缘分来了 绑不住 快来热线相亲了 各位单身的伙伴 不管你有没有车 有没有房 不管你是男还是女的 更不在乎你多大岁说 只要你有一颗想脱单的心 信得着咱们大海热线的红娘 咱高低给您匹配上 架不住咱人多呀 就一个条件 现在拿出手机 扫描二维码 加入大海热线会员 把您的联系方式 择偶条件都发过来 今天加会员 明天就相亲 后天咱就 后天咋的 登记的话还有点快 那咱后天就约会 热线红娘介绍的 都是靠谱的人 赶紧扫码 发来您的信息 或者关注大海热线 微信公众号 点击左下方的抢红包 您就能看到 红娘签线了 赶紧添好信息 给咱发过来吧 今儿了 下面咱们要说一个 挺奇葩的小伙 技高人胆大呀 仗着自个儿 身清如艳 竟然大半夜 徒手爬上六楼了 他这是找不着家了吗 鬼鬼祟祟 晃来晃去 我瞅你呀 指定是没干好事 好嘛 小偷啊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一小伙独自在小区里晃悠 趁着大晚上没人 挨个拉人家车门 随后又跑到居民楼附近 一顿傻嘛没有人 竟然开始徒手爬楼 哎不是大兄弟 你手好的呀 徒手爬了六楼 翻进一户没关窗的居民家里 偷的 竟然是两个人相交 先是通过拉车门的方式 窃取了北海人的车内的现金 90余元 然后通过徒手攀爬的方式 进入了另外一名受害人的家中 然后经过翻找 没有发现之前的财物后 就看到桌面的果盘里面有香蕉 就在他准备继续翻找的时候 突然听到了被害人起床的声音 赶紧逃离了现场 被害人看见家里有被翻动的痕迹 立刻报了警 民警根据线索 成功将嫌疑人曹某抓获 据曹某交代 最近因为手套有点紧 当天晚上喝了一斤白酒之后 便起了歹意 虽然是偷盗的财物是价值较小 但是入户盗窃 只要他完成了财物的盗取 就算犯罪计随 就将要被以盗窃罪接受处罚 曹某首先是有一个入户盗窃的计随 然后他因为曾经五年内 有一次盗窃的徒刑前科 那么这一次的盗窃将会被认定累犯 也是一个法定的从众处罚 目前犯罪嫌疑人曹某 以涉嫌盗窃罪 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以我判断 这大兄弟指定是属猴的 爬六楼熟熟的 偷的也是猴爱吃的香蕉 真跟个猴似的 那不干人事啊 孙猴子再能蹦的 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这小贼再能爬也是难逃法网 时针关记 咱们今天先聊到这 明天晚上还是七点半 还是北